目前是在馬哈頓中東城非常著名的酒吧區 可以看到記者背後好幾家Irish Pub 他們是連在一起 可是在今天晚上的八點鐘 他們必須停止營業 原版晚上夜夜聲歌的景象現在看起來很蕭條 另外餐廳也是一樣 這家非常知名的餐廳 雖然亮著燈但是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而這一家雖然超過時間還在營業 其實店主人面臨被捕的危險 另外像是知名的連鎖咖啡店 平常年輕人最喜歡逗留的地方 現在只讓客人外帶也不准坐在裡面 所以並不是每一家店都能夠度過難關 如果不是大型連鎖的藥妝碰到這種情況 在紐約這麼寸土寸金的情況之下只有完門大吉 這個老字號的藥房就這樣熄燈了 另外這一家中型的餐廳也是一樣撐不下去 接下來可以正常營業的餐廳 只能完全以外賣為主 所以整個紐約的街頭風景就是人少了車少了 但是卻可以看到外賣人員忙碌的身影 如果接下來疫情更加糟糕 如果更多的人被交代不能出門的話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許多的餐廳 恐怕都要加入做外賣的生意了 記者公包華林智慧紐約的採訪報導